提起美国的51区 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外星人和飞碟 最近美国的社交网站上出现了攻占51区的活动 吸引了上百万人参加 近于美国的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个名为 攻占51区的活动 活动发起者表示计划在9月份 闯进51区去看外星人 目前已有130万人报名参加 另有100万人表示有兴趣 51区位于美国内华达州南部林肯郡 距拉斯维加斯市中心约130公里 美国军方20世纪50年代 在内华达州建立核武器试验场时 这片地区也在其中 因为在地图上分区编号51而得名 数十年来 关于51区是否存在UFO和外星人的说法甚嚣沉上 美国媒体称 今日网上发起的这个活动 已经引起了美国军方的注意 美国空军发言人发出警告 51区是美国空军训练基地 如有任何人试图闯入 空军可能会以武力应对 数十年来 神秘的51区一直是阴谋论的焦点 许多人认为 那里是美国政府储存外星科技和UFO秘密的地方 但美国政府从未出面回应 直到201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布一份解密档案 才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这份解密档案显示 上世纪50年代 美国情报机构就是在这里测试飞行U2高空侦察机的 U2侦察机能够不分昼夜 于2万米高空执行全天候侦察任务 为决策者提供重要情报 自1960年一架U2侦察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以来 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一飞机的存在 此后美国还在51区测试了多款高度机密的航空器 如全球第一架隐形战机F117 1985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曾雇佣一架小型飞机去51区寻找F117 但被美国空军发现后赶走了 今年早些时候 美国国防部被曝出 曾在2007年到2012年间秘密研究各类UFO事件 每年预算高达2200万美元 这项神秘计划被称为先进空天威胁识别计划 上个月美国海军还向国会报告了2015年 一名飞行员在美国东海岸 执行F18训练任务时 目击不明飞行物的遭遇 福克斯电视台报道称 正是这些事件又重新点燃了 公众对于UFO和外星人的兴趣 借着这个热度 51区附近以外星人为噱头的旅游产业 也兴盛起来 对于UFO和外星人为噱头的旅游产业 对于UFO和外星人为噱头的旅游产业